每一件独一无二的作品 都是由它从年久失修的旧古舱中捡来的木头 精心制作而成 我的想法是 如果你能利用旧资源里的可回收材料 把新一代的鸟类和其他生物带到这个世界上 这就很好的说明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我们不只是利用它 更是回馈它 古尔丁的许多作品 包括蝙蝠和猫头鹰的家 都以维多利亚时代为主题 而其他作品则是对真实建筑的妇科 比如这个鸟屋 灵感来自于加利福尼亚的一座古老的西班牙教堂 如果你看一下这座教堂的实体设计 它有一个玫瑰窗 正好适合做鸟窝的位置 它甚至为前总统福特的女儿 做了一个这样的鸟窝 古尔丁与其他120位艺术家 在著名的史密森尼工艺展上 展示他们的作品 同时他也是制作环保艺术品的 21位艺术家之一 这类艺术品日益受到史密森尼学会的关注 我的作品是用回收布料制作的 它们有的来自二手店 也有的来自私人的收藏 很多都是过去年代的东西 而我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 地姆阿诺德的木盒设计灵感 来自震战派教徒 一个以家具坚固且设计简单 而闻名的宗教派别 这些是震战派教徒 在19世纪用来装干货的盒子 我做的就是在努力实践和发延光大 它们的传统的同时 加入我的一些个人元素和设计 尤其是在盒子顶部 它在这些盒子顶部 加上一些有趣的物件 它还采用一些不同寻常的材料 比如特别的木材 金属铜或者动物皮毛 近年来我们注意到 展览中的艺术家 一直在使用更多环保的 可再生材料和方法 所以我们决定 每年在我们的展览中 提供可持续发展奖 来鼓励这些艺术家 为环保做出努力 展览展示了多种艺术形式 但环保作品正在成为 一个日益增长的部分 尽管可持续发展奖 只有一个得奖者 但是任何为拯救地球 而做出努力的艺术家 在地球母亲的眼中 无疑都是赢家 美国之音记者塔伯 华盛顿报道 如果是贺能达到 有关键的位置 电阅 提供 感谢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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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